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使宋慧桥的颜值掩盖了 具体来说 许多人注意到他没有使用睫毛膏来加粗睫毛 使得他的眼睛看起来更小 没有像平常一样突出他的大眼睛 尽管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故意这么做 但这使得宋慧桥看起来 与他在小屏幕上熟悉的形象有所不同 然而 无论有没有争议 没有人可以否认宋慧桥是韩国顶尖的明星之一 也是国际时尚的代表人物 他在Madegala上的出现证明了他 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 还是一位迷人而精致的时尚女性 尽管不使用睫毛膏引起争议 但宋慧桥仍然被评为 2023年Madegala中最美丽的女性之一 Fendi经典礼服帮助他展现出他迷人和高贵的美丽 然而 他的个性发型激发是他的亮点 使他看起来与他在荧幕上经常展现的甜美和优雅形象大相径庭 此外 Fendi的CEO亲自陪同他走上红毯 这也证明了宋慧桥在时尚界的影响力 他是该品牌的代言人之一 始终忠于品牌风格 他在2023年Madegala上的出现 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时尚事件 还是他在国际娱乐界中巩固自己地位的机会 过去宋慧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然而 他总是展现出自己的坚强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凭借着不断发展的表演和时尚事业 宋慧桥被认为是韩国最成功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感谢您关注宋慧桥的新闻 明星八卦CP的YouTube频道将持续更新 有关明星和娱乐界有趣故事的最新视频 请点赞、评论和订阅我的频道 以便不错过最新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的频道